剛剛維翰提到金普聰只要加入戰局 整個賽局都會完全不一樣 剛好這樣厲害啊 我現在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金普聰是被馬英九塞去 或是推過去 你去幫侯友宜來 去幫侯友宜 那狀況我覺得不是 就沒有那麼嚴重 或是說造成的影響沒那麼大 今天是侯友宜親自多次的 非常誠懇的去拜託金普聰 而金普聰決定幫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刀子就已經出竅了 好那我也跟大家講這個 一來是大佬有這樣子在認為他強 二來我跟大家講那個時間 其實比大佬提出的還要更早 侯友宜就親自的去拜會金普聰 金普聰也覺得 他一開始也不是很願意 他覺得我已經淡出戰場這麼久 可是他現在既然已經決定了 那我就用幾個字來形容金普聰 我覺得國民黨這麼多年以來 因為跑國民黨新聞 選舉最厲害最狠的 應該就是金普聰 那剛剛我們講到很明顯的知道 2008年的總統大選 2012年對不對 遠遠不止這幾次 因為金普聰是在馬英九當國民黨副秘書長的時候 他就在當他的秘書了 政黨外交 因為金普聰是外交特長跟石雅萍同期的 所以在那個時期 他就是馬英九的秘書了 他們認識了這麼久的時間 他差馬英九六歲 那到了馬英九一九九八年 再跟阿扁打的時候 阿扁那時候的支出七十幾趴啊 為什麼能夠打贏他 就是議題設定 他把議題的事情抓得非常清楚的時候 即使阿扁當時在台北市的民調 而且是現任的市長被馬英九擊敗 九八年一次 兩千零二年一次 兩千零五年選黨主席 也是金普聰 二零零八年選總統 二零一六一二年再選連任 不要忘記還有一個隱藏的選舉 叫二零一零年 為什麼周錫瑋沒有連任 換朱立倫選西北市長 擊敗了蔡英文 也是金普聰 當時叫周錫瑋退了 所以簡單來講 臺北市議員給金普聰一個綽號 叫做驕傲的攻擊 因為他就是覺得 我們就是抓不住他 金普聰在年輕的時候 他在台南二中 因為他父親在陳大教書 他是一個打籃球 然後到處就是 他就是一個非常飄逸 而且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軸拉回來 他願意幫侯瑋發生什麼效果 第一個金普聰他的文宣是強的 而且他有經驗 第二個他人事上面他會去挑 這個人能用那個不能用 第三個議題掌握非常明確 什麼要打什麼不打 我舉一個例子 連詹啟賢跟蕭萬長 二千零八年已經是副總統 他們認為綠卡世界應該怎麼辦 趕快去填這個IA 這個407表格填完就沒事了 金普聰認為不要 所以他的想法跟他的結果 就是他的選戰打完以後是對的 好 那他現在回來幫侯友宜了 而且他幫侯友宜 代表馬英九跟他會一起幫 他會讓侯友宜變成是國民黨 現在目前比黨中央更重要的存在 以後會以侯友宜為主 那當然他的出現 因為他過去在當秘書長 旗艦的時候 跟國民黨當時的地方派系 有做很清楚的切割 所以我就不指明 現在看起來國民黨的各地方的這個派系 是不是因為金普聰在幫侯友宜 反而沒有辦法跟侯友宜合作 這個可能是要關注的 那是不是就轉向支持郭台銘呢 郭台銘選不選他自己做決定 如果要選的話 那到時候就會是郭台銘 要選柯文哲跟這個侯友宜 那因為金普聰他在國民黨內 他能帶來的那個影響 剛剛大老已經講了 可能接下來就不只是六十幾%支持 支持侯友宜的 可能就往上走到七成到八成了 他就必須要進行一個半年的計畫 把議題抓準 然後呢讓金普聰能夠吃掉郭台銘 而且還超過柯文哲 理由很簡單 因為現在有一群人西方政黨輪替 看不到侯友宜有可能政黨輪替 所以票就跑走了 但如果他們要看到侯友宜有可能贏的時候 然後呢他們就會集結了 我就用十六個字來形容金普聰 叫做眼光如炬 沉默不語 掌握全局 手起到落 他那時候去到每一個場合的時候 記者看到他 他不跟記者講話的 眼睛就燈這麼大 鬍子留這麼多 然後掌握全局 什麼東西都要看 然後呢 最後就是讓他 服選那個人 參選人贏 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金普聰